第21回 霍幽說他們的王子若果承受了這筆財富 就要想辦法利用這筆財富去搶回金鵬王朝的皇位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單要捱很多苦 而且隨時都可能有生命危險 還說他們的王子就不是月王勾錢那種人 他跟李厚主一樣是個詩人也跟宋徽宗一樣是個畫家 他自小就被人稱為詩書畫三絕 這種人的性格就喜歡風花雪月 對於王位的得失就不會緊的 只求可以詩酒逍遙平平靜靜過一生 何況上官僅帶出來的財富已經足夠他們享樂一世 就是了 綠小鳳聽了之後就沒有出聲 那不出聲就不是表示他已經相信 霍幽說 你不相信啊 綠小鳳還是不出聲 霍幽又說 我們為了復興金鵬王朝準備的軍響和武器 你正說都怕見到啦 我們利用金鵬王朝的財富 後來又賺了不少 但是也都只不過是為了想利用這筆財富 去遊說你們當朝的大臣 自兵出師 但是王子如果不在咯 我們就即是出師無名了 那各位 聽霍幽這樣說 綠小鳳就不相信也不行了 但是綠小鳳還是忍不住問 他如果真的一直避開你們 現在為什麼突然之間又要找你們呢 以前都不是說沒有人來找過我們 外面那四個老人 正說你們都怕見到啦 他們難道都是冒充大金鵬王想來謀取這一筆財富的 嗯 他們想發財 我就等他們一日到刻都對著那些金鵬珠帽 他們想冒充皇帝 我就讓他們一日到刻穿著龍袍 坐著皇位 看來你都不是個君子 君子絕對不會用這種辦法代人的 對了 那你又怎麼知道他們是冒充的呢 難道這次找我們幫手的那個大金鵬王都是冒充的 嗯 我請師兄摘聲去偷丹虎公主 就是想查明他的真假 只可惜他偏偏就是你的朋友 但是你後來都得手了 上官丹虎公主 現在應該在你手上 嗯 誰說他在我手上 陸小鳳一聽 又是擠著 他知道霍丘絕對不是個講大話的人 那上官丹虎又為什麼突然之間失蹤呢 他想不通 霍丘又說 直到現在 啊 我還沒見到他這個人 上官非宴你都沒見過的 嗯 我連這個名字都沒聽過 陸小鳳這樣就更加想不通 這件事如果是個騙局 又怎麼會說有這麼多人阻止他去理這件事呢 清衣樓為什麼會派人來阻止他去見大金鵬王呢 花滿流這陣時就問霍丘了他說 你最後一次見王子是幾時呀 是四十年以前了 那陣時他有幾大呀 十三歲 那時隔四十幾年 當年十三歲的王子現在都老了 嗯 歲月無情 個個人都會老的 那你又怎麼分辨 現在一個六十歲的老人 是不是當年那個十三歲的王子呢 啊 其中 嗯 也有個秘密 這個秘密 不會有人知道的 花滿流沒有再問 他認為個個人都有權保留自己的秘密 但是霍丘他接著說 不過我信任你們 所以我願意將這個秘密告訴你們 花滿流很感激 能夠得到霍丘這種人的信任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來的 霍丘說 金鵬王朝的每一代帝王 他們每一隻腳上面 都是生著六隻腳趾的 陸小鳳一聽 立即明白了 他說 哦 你就憑這件事發現外面那四個老人都是冒充的 嗯 這些秘密 就算有人知道 也都很難偽裝 因為雙腳都有六隻腳趾的人 我至今還沒見到過有另一個 我 哼 我連一個都見不到 哼哼哼 所以 你現在只要想辦法 脫掉那位大金鵬王的鞋 看一看他腳上面有幾隻腳趾 就知道 他是真的 還是假的 幸好 脫男人的鞋 怎麼都容易脫女人的褲 喂喂喂 看來你都不是個君子 嗯 做君子就不難 要做我這種小人 哼 戰戰難啊 陸小鳳很明白他的意思 無論誰有他這麼多財富要看管 都不得不以小人之心去提防人家 霍丘有次說 這一魂那個大金鵬王 若果真是當年的王子了 啊 我都要將身上這副蟲 淡死下來咯 若果不是的 陸小鳳就接著說 這樣吧 若果不是我就將他請來 和外面那四個老人做盤 那陸小鳳他們回出去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天光 春風撲面青山翠綠 這個世界仍是很美妙的 陸小鳳吐了一口大氣 她說 哼 我的預感真是沒錯 今天我果然又遇到一件怪事 那各位 那這件事發展成這樣 的確沒有人能預計得到的 花滿流就說 你想 這個世上 是不是真的會有人雙腳都生了六隻腳趾呢 我就不知道 我也都沒有見過 世上 若果根本就沒有這種人 我們就永遠都找不到真正的大金鵬王 霍丘說的就算不是真話 都變成真話的了 唉 我就知道這個世界本來就無奇不有 有各種各樣奇奇怪怪的人 一點都不出奇啊 沒錯 一個人既然可以有四條眉毛 為什麼不可以有六隻腳趾呢 可惜你那四條眉毛 現在剩下兩條而已 就在他們聊聊的時候 樹林那邊有個人好像幽靈地走出來 這個人臉色蒼白 很疲倦很潮水 不過看上去還是很漂亮 綠小鳳認得她 她就是俄眉四秀中的葉秀珠姑娘 綠小鳳說 葉姑娘 你在這兒等人啊 葉秀珠就說 啊 不是 昨晚我一直就在這兒了 為什麼 我們在這兒 埋葬了家師和師妹 大師姐很累了 不過我 我也睡不著 喏 她的確是俄眉四秀中最老實的一個 一見到男人 說話都口疾疾的 她還說 喏 我 我們一直都追不到西門吹雪 嗯 所以 所以現在我們連三師妹生還是死都不知道 不要緊 我會幫你們找她回來 我 我 我還有一句話 想告訴你們 這句話 本來是三師妹想告訴你們 不過可惜 她還未曾說完 她就 家師這次來關中 就是因為她老人家得到消息 知道青衣第一樓 就在珠江寶器的後面這座山上 咦 消息 未必一定是正確的 不過三師妹 就是因為這句話 才被人暗算 顯然就是 有人不想她說這句話出來 所以 所以我認為這句話 一定很重要 我 所以要告訴你們 好了 我知道你的好意 無論怎樣也好 如果我查出這件事之後 一定會第一個來告訴你 嗯 那 那現在你們 你們要去哪裏 我們要去找一個 他對腳山著六隻腳趾的人 那麼 陸小鳳和花滿樓 又是去到那條長廊那裏 走到入篤篤 就有人為他們進去通報大金行王 他們在外面等的時候 花滿樓的忍不住問 嗯 你想 你有沒有把握脫掉他的鞋子呢 沒有 你想到什麼辦法沒有 辦法想了很多 不過 就是不知道用哪種好 那你說兩種我聽聽 喏 我可以故意 倒死一個水壺 潑水在他的鞋子上 然後趁機便脫掉他的鞋子 又或者 我故意說 哎呀你這雙鞋很好看呀 脫下來給我看看 哎呀 你知不知道你這種辦法多蠢啊 我知道 我肯知道 這件事本來是一件蠢事來的 蠢事當然只能夠用蠢辦法 這麼快去大門就開了 大金鵬王還是坐在那張很大很闊的椅子上 臉上的表情顯得很興奮 一見他們進來就問 嗯 你們找到三個半神沒有 陸小鳳就回答 已經找到兩個 嗯 他們的人呢 死了 嗯 怎麼會死的 啊 每個人都會死的 那各位 陸小鳳只是隨口地搭大金鵬王 因為他這陣子呢 很失望 他看不到大金鵬王的腳 大金鵬王膝頭以下 蓋著一張金龍薄皮 好像很怕冷那樣的 花滿流 將經過簡簡單單說了之後 他又說 我們還未找到霍丘 因為他個人很難找 各位 這句是他第一次講大話 他突然之間發覺 其實講大話很容易 其實 是因為他講這句大話的時候 心裏面沒有覺得對不起任何人 所以說得這麼自然 大金鵬王聽完之後就說了 哼 我真是很想見他們一面 我看看他們 還有沒有面子來見我 我 花滿流又說 現在 我們很想見一個人 誰啊 朱婷 我都很想問你們 我派過兩次人去請他 他就是沒有來 那陸小鳳呢 那陸小鳳呢 在旁邊 哩哩 亂了很久 這陣時他突然說 蛤 你把皮瘦的龍瘦得很好看 簡直是真的 那他一邊說 一邊就揭起人家的皮 其實他這條屎子來的 但是揭開之後 他更加是吐了 大金鵬王那兩隻腳 竟然是從膝頭以下被斬斷了 大金鵬王說 哎 你是不是奇怪我這雙腳 為何突然之間沒有了呢 陸小鳳就唯有少少鵬鵬頭 大金鵬王說 唉 我對腳真的不爭氣 一喝酒他就痛得不得了 一個人年紀大了 周身病痛了 我這人不喝酒不行 除了喝酒我沒有其他樂趣的 那就是你偷偷地喝酒了 唉 我本來以為喝一點點也沒有事 怎麽知道三杯落肚 那隻腳又腫起來了 還灌了龍 所以我索性叫柳如恨 和我一刀斬了它 現在我雖然沒有腳 但是可以放開喉嚨喝酒 今晚我要和你們喝過 我這個老爺的酒量 夠不夠你們的年輕人 啊 還有啊 你們如果早來幾天 一定會見到我割下來那兩隻腳 我會讓你們看看 讓你們知道 我這個人雖然老 但是一樣有毒蛇細手 壯士斷滿的豪氣的 現在你那兩隻腳呢 我燒了 燒了? 為何要燒 那兩隻腳害了我十幾年 喝不到酒 我不燒它 難道留在這兒眼淵嗎 那麽 綠小鳳沒有話說了 他看著這個老人面上那種 搭戚的表情 他突然覺得自己 嘿 真是蠢啊 那沒多久 他跟花滿流就翻出來了 花滿流就說 哼哼 你阿雲 你又沒有了難題了 什麼啊 你已經不用再想辦法 怎樣去脫他的鞋子了嘛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鞋子 喂 你幾時變得這麽滑溪的 各位 這件事是一點都不滑溪 現在連霍丘都說分不出 這個大金鵬皇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了 那若果說 這個只不過是巧合 那又怎麽要是這麽巧呢 若果不是巧合 大金鵬皇又怎麽會知道這個秘密啊 那 他們一離開霍丘那裏就直接來的了 大金鵬皇又除非有千里眼順風耳 如果不是又怎麽會知道他們要來看他的腳呢 那麽 綠小鵬 他就說 那 那 我如果知道一喝酒那隻腳就會腫的 說不定我都會割了兩隻腳的 對了 我想他們會和我們安排好屋的了 那麽 你不如去睡覺先 別忘了 今晚一刻 人家還要請我們喝酒 那你呢 我去找個人 找誰 當然是找個女人 找個有腳的女人 嗯 哦 沒錯 你應該快點去找一個有六隻腳趾的女人 金鵬皇朝的嫡系子孫都有六隻腳趾的 那即是 上官丹鳳 亦一定是六隻腳趾的 你 哎 綠小鵬 花滿流沒有再說下去 因為他突然發現 綠小鵬已經走了 這時候 已經是喊慢了 花園裏面的花開得好漂亮 上官雪兒就不在花園那裏 綠小鵬要找的就不是上官丹鳳 因為他知道上官丹鳳絕對不在這裏 他想找上官雪兒 他有句話要問上官雪兒 是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哎 世間的事真是好奇的 你不想找那樣東西 你就會經常見到他嘟口嘟面 到你想找他了 就怎麼找都找不到 綠小鵬找了一陣 穿過花蟲 突然之間 嘿 他見到一幢門 門是虛染的 後面是個小小小的軟仔 軟仔那裏有個水井 他一推門就進去 嘿 他馬上就見到一個人了 各位 究竟他見到誰呢 我明天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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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再說了